还有跟艺术有关的可能去了拍卖行 还有的去做了艺术的忽悠者 还有一些呢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这是非常少的一批人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这样的观点 就是说我考进美院的那时候我就已经有这个观点 当时在我一起高中学画画的一个班上 美术班一般都有一百多号人 当时铁定就是想学画填纯艺术专业就我一个人 那么我进了美术学院这么多人里面 可能到今天我们班上刚刚毕业的这些人里面 目前来说还在画的也是很少数的一批人 再过了十年二十年 中国每年这么多的艺术专业的学生里面 真正能留在可以说还是在做艺术的 不是说在做艺术工作吧 做艺术的人那就是很少很少很少 也许我都不一定在做了 这谁也说不说 就说不出来了 预料不到 就非常非常 艺术就是需要很少的一批人 艺术不是一个扩招 解决的问题 技术扩招而已的话也还是那么一点 在我看来可能整个中国或者说整个世界 他十年也出不了几个艺术家 他每年也不一定能出几个艺术家 经济状态最好的是自己开公司的人 他的经济状态是最好的 经济状态第二个层面的是不做设计的人 就是完全转好了 但是这个 他经济好事也是跟他性格有关 他首先设计做的不好 其次他人比较外向 第三个 他的外语好 那他选择了一个 好像是做市场公关这一块 就很适合他 一个女的 那他也很好 我觉得 然后经济状态 最不好的是 本身你学习要设计觉得不怎么样 然后 你还去做设计的设计 说十日来搞教育 我们都觉得教育 教育上学习要设计 成功的固度是成功 那么 我才不晓得 每次我设计有语章 是不是得以来 就边境车来的语章 这个人跟普遍的状态 是不是没人呢 因为 我就希望有他 知道这种 哪里提 生活有一个语章 生活有个武家 武家机语章 能够得搞上语 好 无毒不好 人口也无毒 人品好人口也人品好作 九年能力讲 人口也九年能力 我跟这家没得理想 能比这条级人比较稍微的 所以 这条级人比较稍微的 这条级人比较稍微的 然后觉得人口了 好 根本因为 他就 从没得到语章来的 因为没得到语的高度是 领导 就是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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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了我弟弟子,那我帮人家自教路 那我以为自己的生日出的第一个 我就已经了我,从学生去教过你 最可行的或者说最 他们可以做到的,而且是社会上最需要的 那就是一个接轨的问题 而不是说学校在那里盲目的自己 创作者从教程去教 而是就是人家外面 从平面设计师这个职位去出发 他们以后将来工作需要用到的什么技能 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心态 甚至用到一个跟客户交流的一个技巧 这个最好是能够在学校里的时候 让有实战经验的老师 就早一点来教他,来提醒他 而不是说很多东西都要到社会上去再学一下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有很多单位觉得招不到合适的人 有很多单位觉得招不到合适的人 有那么大堆能够找到 对我的好多大堆能够找到 好多大堆能够找到 你觉得招到对我来找到的